接著我們去看看找直線方程,帶有少許變化的題目 今次我們加入了平衡和垂直去找直線方程 一齊看看題目,A part A part首先我給你一條直線方程 然後我要你找它的斜率 如果我們有一條色的,我們找斜率的方法就是 把顏色的Y轉為主項,例如這次 顏色是這樣的 我們就把X和6用加減的方法送到對面 再把3調到對面面脫 不過今次的X和數字要分開成兩個東西 現在就是一個Y等於MX加C的樣式 所以X前面的數字就是我們的斜率 接著B part B part現在我們就說 有一條線叫L1 它會平衡於我們原本這條線 而且穿過這點,要求L1的方程 當然我們想,我們找方程的時候 之前說過,我們一定要有兩個資訊才可以找到 第一個資訊就是穿過一點 第二個其實就是平衡 我們說兩條線平衡 在這方面,我們說是和斜率有關的 我畫一幅圖的意思一下 我先隨便畫一條L 假設L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有5-4 我們現在要畫一條線是穿過這點 並且是平衡的 所以這條線大約是這樣的 而平衡你也知道 兩條線一樣斜 所以這條線多斜 這條線就多斜 再簡單來說 這條L1的斜率 就會等於L的斜率 所以所謂的平衡 其實就是斜率相等 所以這次我給你的資料 就是一點再加一個斜率 而這個斜率 就會剛好是L的斜率 所以做的方法跟之前一樣 先切回它做Y的MX加C 而這個M我們就知道 因為它是平衡的緣故 所以這個M也會等於L的斜率 所以我們有M 我們要找C 我們就代點 一點在線上 我們就可以把點代上去 所以代回點 5代X 4代Y 所以4等於3分之1 乘以5加C 就算到C是7.3 有M有C 我們就代回到色度 我們就可以出到答案 你會發現L1跟L前面的M是一樣的 只是後面的C不同了 然後我們來看看C部分 C部分 我們現在有L2 L2這次是垂直於L 並且穿過這一點 求L2的方程 現在先畫圖出來 7.1大約在這裡 然後今次這條線 是要跟L是垂直的 即是形成一隻直角 所以這條線應該是這樣的樣子 它是垂直的 那你又知道了 同樣垂直 其實它的邪率應該是剛剛相反的 即是正負又相反 分子分母又相反 或者簡單來說 其實你記得它的額 就是M1乘M2 會等於負1 所以今次我們說垂直 其實就是給了L2的斜率 不過你要計算少少數 以及今次L2 我又給了一點點 今次給了斜率和一點點 給了兩個資訊 那你就會找到L2的方程 那又看看怎樣計算了 首先我們先切了L2是Y2M加C 我們說這個M 這個斜率 是跟L的斜率是有關係的 這個M乘L的斜率 是會等於負1的 因為它們是互相垂直的 形成直角 我們就計算了M 我們L2的斜率 這個M就是負3 然後我們就計算了M 我們找回C出來 我們就把7、1 代回去 7代X 1代Y M我們計算了 是負3 所以我們就代收這條色的面 Y是1 等於M是負3 乘以X是負7 可以的 加C 我們要找的 這條色 解方程 我們就計算到C是22 那條色我們有M有C 那我們就可以寫回答案出來